长久以来,当我国经济强势崛起之后呢,我们在国际上渐渐有了一个雅号,叫发达国家粉碎机。 什么意思呢?以往有非常多的产品是发达国家最先创新出来的,于是呢,他们就获得了极高的利润。 然而,当我们同样掌握了这项技术之后,相应的产品就会大幅度的降价,使得原来发达国家的优势企业瞬间丧失了巨额利润,然后产业完全转向中国,造成发达国家巨大的工业损失。 比如说,曾几何时,一克石墨烯啊,要5000元人民币,比黄金都贵上十几倍。 然而,当中国的年产300万吨石墨烯生产线竣工之后,一克5000元的石墨烯,生生被折腾成了三块钱。 还有,美国当年那个全球鹰捕食者等无人机,标配版一架就得5000多万美元,高配版更是近亿美元。 然而,咱们后来的翼龙彩虹系列无人机,标配版只要200万美元,高配版才500万美元,一经推出市场,马上大受欢迎。 毕竟,谁不想花很少很少的价钱,买近乎于同样的产品呢? 不光是工业产品,在食品上都是这样啊。 西方三大美食中的鱼子酱,那个价格是高不可攀的。 可是大家今天到很多购物网站去看看,有非常多的人在卖国产鱼子酱。 那个价格绝对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咬咬牙,试试劲儿,也能够得上的。 而且,中国产的鱼子酱早就供应全球了。 是的,我们就是有这样的能力,就是能化腐朽为神奇,点石成金,把发达国家一个又一个产业优势拿过来,把它价格做成白菜价, 然后把发达国家的工业彻底打垮。 近些年来,我们经常说美国产业空心化,美国大量的工业迁出来了。 所以特朗普总统时代和拜登总统时代,总是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企业降税,给企业发补贴, 希望他们把生产线迁回到美国去。 然而,基本不成功。 为什么?美国没有这样强大的工业优势。 对于资本而言,他们非常清楚,把生产线迁回美国去,就等于宣告自己的产品从此失去竞争力。 反过来讲,把生产线迁到中国来,比如说像特斯拉在最近这两年做的,反而能够扩大产能,降低成本, 使得特斯拉老板坐上了世界首富的宝座。 所以,我们倒是能够理解很多发达国家,这些年来是以一个什么心态在看我们。 我们真是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无路可走。 咱们这个发达国家粉碎机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。 但是反过来讲,其实这些年来,随着我国经济的强势崛起, 我觉得未来我们会有另外一个称号,什么呢? 发达国家制造机。 是的,我们不但会把自己变成发达国家。 在中国经济的强大带动之下,我们会使周边一系列的穷国弱国小国也慢慢变成发达国家。 我们此前的节目就跟大家讲过, 当一个地区有一个大国经济强势崛起之后, 它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 比如说,我们跟日本韩国之间,以往是互补多于竞争的。 我们处于产业链的下游,日韩处于产业链的上游。 于是日韩在华有大量投资,日韩两国也把很多生产线迁到我国, 而我国超过14亿的市场也向日韩开放。 然而,近些年来大家看到没有,在我国市场上, 日本韩国的商品数量是越来越少了。 当我们经济强势崛起之后, 我们跟日韩之间的关系已经慢慢从互补变成竞争了。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庞大的中国市场抢过来, 所以日本的电器不好卖了, 韩国的手机不好卖了, 甚至未来日韩两国的汽车在中国都不好卖了。 尤其是今年,日韩还要叠加美元强势崛起, 本币贬值,国际能源价格飙升这个黑天鹅, 导致日本和韩国都出现了贸易逆差。 韩国连续六个月贸易逆差, 日本超过一年贸易逆差, 韩国的经济界甚至悲观的说, 未来由于中国经济强势崛起, 韩国经济大受益这个黄金时代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 是的,从1992年中韩建交开始, 在长达30年的两国交往中, 有29年韩国对我国是出口顺差的。 到了今年,这个情况逆转成, 我国对韩国出口顺差了。 在这个层面上,我们确实扮演了发达国家粉碎机这个角色。 而且未来我们要抢回来的远不止是中国市场, 还有海外市场。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商品在海外, 已经和日韩开始竞争了。 比如说电动车领域, 在欧洲我们就慢慢开始铺市场了。 在日本,我们的50电动车, 已经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抢下了不少的市场份额。 未来远不止汽车市场, 什么手机啊,家电呀,电脑啊, 包括造船市场,高铁市场, 我们都会把日韩斩落马下的。 因为毕竟日韩两国当年经济崛起, 能够把欧洲货和美国货打败靠的就是物美价廉。 而现在我们的工业实力更强, 我们的规模更大, 我们更能发挥出规模优势来, 所以我们更加物美价廉。 但是这是和日韩这些发达经济强国的关系。 而和我们周边那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呢, 比如说南亚的印度,巴基斯坦, 孟加拉国, 东南亚的泰国,越南,柬埔寨, 马来西亚等一系列国家呢, 哎,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, 实际上对他们是个大好事。 为什么? 在中国经济的带动之下, 这些国家未来经济会迅速发展的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 在谈论亚洲经济的时候, 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燕行模式。 当时日本是领头燕, 亚洲四小龙,四小虎, 包括我国, 跟随在这支领头燕之后发展各国的经济。 但很显然, 这支领头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遭遇到了挫折, 因此日本经济失落了三十年, 而今天我国正在成为全亚洲经济的领头燕。 这两年以来, 有很多人说, 哎呀, 我们要注意啊, 咱们的很多制造业被印度, 被越南, 被很多东南亚小国抢了过去。 曾几何时, 世界上大量的服装都是我国生产的, 可是今天我们在中国境内买到的很多进口服装, 那都是什么马来西亚, 泰国, 越南, 柬埔寨生产的了。 是的, 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趋势, 但是这是有利于我国和他国经济共同成长的, 因为当我们经济强势崛起之后, 当我们人均GDP在去年已经超过一万两千美元, 摸到高收入国家门槛之时, 确实有很多的低端制造业, 是会从我国转移出去的。 一方面, 我们要腾龙换鸟, 进行我们的产业升级。 另一方面, 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, 不就是让老百姓赚到更多的钱, 能够有更幸福的生活吗? 所以改革开放支出那种出口八亿件衬衫, 换一架空客飞机的事, 我们是不能再做了, 我们也做不起了。 大量的低端制造业会从我国转移出来, 因为确实印度的人均GDP只有我国的五分之一, 越南的人均工资大概只有我国的三分之一, 那些人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产业, 这些国家是更为适合的。 说真的, 今天就开一两千块钱工资, 让一个人在工厂中干一个月的活, 又有多少人能接受呢? 当然, 我们把低端产能转移出去, 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工厂了, 恰恰相反, 我们会建设更多, 更有高附加值的工厂。 比如说对于特斯拉而言, 马斯克的豪言壮语是, 十年之内一年能生产销售出一千万辆车, 两千万辆车来, 可是到今天为止, 特斯拉的年产也就是一百多万辆而已。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, 马斯克这个宏伟的计划谁能帮助他完成? 特斯拉在美国有四个工厂, 在德国有一个工厂, 在中国有一个工厂, 但是他的主要产能都是位于上海的中国超级工厂完成的。 所以, 马斯克自己也心知肚明了, 未来他庞大的产能只有依仗中国才能帮他实现, 因此, 特斯拉早就谋划在中国选择新的城市建立第二工厂了。 不光是电动车产业, 手机, PC, 家电, 造船, 高铁等等, 在非常非常多的领域中, 我国是有着优势的。 我们要通过不断的产能升级, 做大做强我们的工业, 我们不但要赚辛苦钱, 更要赚技术上的钱, 规模上的钱。 近些年来, 很多人力密集型的纺织业生产线, 确实迁到海外了。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, 就在这两年以来, 我国汽车出口业它也大发展了呀。 去年我们汽车出口抄韩国, 今年我们汽车出口抄德国, 明年我们汽车出口将抄日本, 成为全球第一。 而且, 我们历年来汽车出口的单价在不断提升, 我们不但会做大, 而且会做强。 我们可以轻松的算一笔账, 是出口衬衫赚的钱多, 还是出口汽车赚的钱多呢? 而且, 当我们产业不断升级之后, 从中国转移出来的巨大产能, 会使得我们周边的很多国家, 跟我们一起经济腾飞起来。 南亚有16亿人口, 东南亚有6.5亿人口, 这么多的国家会因为中国的传业转型, 会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, 而被带动起来。 这些国家基本都是中低收入国家, 有的国家人均GDP两三千美元, 有的国家人均GDP七八千美元, 但是如果他们在中国版的验行模式中, 做大做强的话, 有朝一日, 他们的人均GDP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, 也是有可能的。 前几期节目, 我们跟大家讲, 11月份, 12月份, 亚洲在全球大放光彩, 11月份的三场盛会, 东盟峰会, APAC峰会, G20峰会都在亚洲国家举行, 而且还有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卡塔尔世界杯, 12月份呢, 我国又要和沙特联合举办中沙峰会, 中国和海河会的峰会,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峰会, 世界的经济重心正在慢慢的东移, 尤其是欧洲那面, 俄乌战争还要持续很长时间, 欧洲的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, 还要持续很长时间, 欧洲还有大量的企业, 会因为能源的问题而要迁到我国, 所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将更加的剧烈, 对于亚洲国家而言,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, 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中, 欧洲一直是世界的中心, 而这一次轮到亚洲要取代欧洲的位置了, 对于我国而言, 我们不单富有搞好自身经济的重任, 我们也富有带领亚洲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经济的重任, 我们凭借自身的优势, 已经把多个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甩在了身后, 所以我们成为了发达国家粉碎机, 但与此同时, 我们也要带动周边这些国家的发展, 让一个又一个国家乘上中国经济腾飞的东风, 让自己也慢慢成为高收入国家, 那样我们就真正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制造机。 照理拍案,本回书着落在此, 预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,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。